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讲一下 期权的第四货 关于期权的定价 期权的定价就是比较复杂 因为它和其他产品不同 因为它是衍生一些现货 或者一些期货的工具 好像我们以前读书做一些叫做 Diratives 它是将那样东西D一次 就是等于多少时间跑到多少距离 那这个Diratives 其实可以变成为速度 速度之后那个加速率 就是将那个速度再找时间再去D多一次 那就变成一个加速率 其实其实期权就类似 是在讲一些速度或者加速率的东西 是建基于一些固有的产品 那就是影响其权 其实它有一些定价模式 一个就是叫做Binary System 二进制 另外一个就比较深一点就是 叫做Black Hole Model 就是一个 諾貝尔的得奖者 就是用一些很复杂的方程式 就是那些 以前的数学所有的符号 大家也不会记得是怎么样 寫了给你听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定价模式 就是去定了那个价格 那么这个Black Hole曾经也是做过一个基金 因为它拿了诺贝尔奖 这个定价模式 接着就长期资本 LTCM后来就对倒那个债 就是用好去赚那个差价 债的差价 那么它将它放大几百倍几千倍呢 去赚它的利用 因为它觉得 这个一个接近是没有风险 但是最后就是因为 俄罗斯赖债呢 令到整个合同呢 是default了 它输了很多钱 是要破产收场 就是说 最后就是说 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那说这个定价模式里面呢 其实有六个因素呢 是会影响到那个期权价格的 那包括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标的物 那个价格上升还是下跌呢 行使价距离有多高呢 第三就是那个无风险的利率 有上升还是下跌 就是risk free interest 上升还是下跌呢 接着就说 在合约期里面 究竟有没有息派呢 就是其实在期指里面 就是有没有高低水呢 第五就是距离到期日 就是那个合同到期日 还有多久的时间呢 第六呢 那个引伸波幅 上升还是下跌呢 那其实 在这六个因素里面呢 有些东西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例如是那个行使价 你选哪个行使价可以自己选择呢 那个到期日 究竟是今个月到期呢 下个月到期呢 一定是半年到期呢 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其他那些呢 是市场的 例如那个标的物上升还是下跌是市场的 那个无风险利率上升还是下跌也是市场的 那个期货市场和那个现货市场的高低水值也是市场的 跟着那个引伸波幅上升还是下跌呢 也是市场的 那在这四个因素里面呢 其实呢 无风险利率啊 和期指高低水呢 其实就很难去 怎么说呢 无风险利率是很难去 我们都很少去兼顾这个议题 因为已经是 动动其实比较很少 那那个高低水呢 其实呢 在你买那段时间呢 其实已经是反映了 那那个影响不是那么大 其实最重要 几样东西就是 你去选那个行使价 你觉得如果你是买的 买家来的 你是一个long side 你就会 究竟是买 add the money 等价 in the money 或者out of the money 价外 价内价外 还是等价 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找个策略的时候 你自己要挑选 第二 那个到期日 也是你那个预期 究竟 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 如果你是long side 就是说我预计 在这个月之内会发生的 就买那个月之内 这个是你们自己 人 即是那个投资者 或者投机者 自己去控制得到的 其他的那些呢 就要真的看市况 那今集我打算讲到这么多先 下一集我再讲回 其余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 市况影响的因素 今天讲到这么多先 拜拜